你好,我是空军流石,欢迎您来到书馆啊,咱们一块聊天讲故事 咱们呀,说书不要麻烦,闲言少叙呀,直奔主题继续聊着乾隆皇帝的金川之战 这傅航傅老六,哎,是皇上的小舅子 接替了前一任的金略乐钦,领了这个五省金略的率印呢,就来到了金川前线 要说这一路上啊,那可真是受了罪了 从北京啊,进直立,出了直立,进山西,进了山西,过陕西,翻过秦岭啊 这才到了四川,要说这个最难走的路啊,还不是这一段 最难走的路啊,是从这个成都到金川的这一段路 您哥现在说呢,那无非啊,就是这个几百里路的事儿 哥那会儿可不行,好家活的嘞,那不是山岭啊,就是泥沼 这青石岗上啊,写的清楚,哎,是这么写的 说这个富衡啊,惊天涉山,雪后道险,步行七十里之一 那这上面的意思就是说呀,从这个成都出发以后 哎,这个天险呢,是一个接着一个 这老天爷呀,好像还要故意故意难为一下这个大国舅 不但有天险啊,这川西啊,还降了大雪 白茫茫啊,这山丘啊,就连成了一片 让这大家都没想到的是啊,在这风雪交加的大山里 这富衡竟然能够步行七十余里啊,步行到了驿站 那么说这富衡的身体有多好吗 其实不然,这就是靠的毅力啊 哎,按富衡自己的话说呀,这全仰仗着,皇恩浩荡 这一口气啊,顶到这儿了,其实呢 在很多耶识笔记当中记载啊,这富衡啊 实际是个胖子走快了都传 他能在这个山地里边步行行军 哎,那完全靠的就是坚强的意志 这是啊,顶风冒雪的时候 在不下雪的日子里啊,这富衡的部队 在这山里边啊,也能走二百里 甚至啊,有的时候啊,这行军速度到达过三百余里 终于呀,在这十二月份,这富衡的部队到达了金川前线 于是啊,这皇帝就赏赐这富衡 双眼花灵,这赏花灵啊,已经是天大的荣耀 天大的脸了,这双眼花灵啊 那这就更了不起的了 在这友情一代啊,也是非常罕见的 当然了,这富衡后来啊,还赏贷过三眼花灵 这是后话啊,以后咱们还能提到 那这富老六这一下子呀,就更是感动坏了 于是啊,他就跟这个皇上保证 此番必其成功,若不能枕灭丑类 据实无言以间众人 这会儿啊,正是十二位底 虽然啊,这富衡带来的清军 再加上原来金川的首将们啊 气势啊,虽然是有了 心事也挺足 但是啊,这天气实在是太恶劣了 不具备攻打金川这个沙罗敦老营乐无为的条件 于是富衡啊,也只能在这个冬天坐镇自己的中军 卡萨赢寨,一边练兵,一边整顿军纪 以备啊,来年春天一鼓作气 杀上乐无为老寨 生群着囚守沙罗敦 那么既然咱们说到这儿了 那现在这会儿,这乐无为上面的沙罗敦 这些反叛们,到现在又是什么一个情况呢 哥现在一句流行语说啊 其实这沙罗敦呢,早就打崩溃了 在这个正面战场上啊 清军虽然取得不了什么太大的成就 但是啊,这围攻是很有效的 围困着大金川两年啊 实际上啊,是把这沙罗敦叛军 给围的一个是礼无良草,外无援兵 咱们前文书也提到过 这越中区越军门啊 不但呢,夺了这个叛军的粮库 并且也收复了叛军的粮田 这一下子弄得这沙罗敦呢 不但呢,丢失了原来的储粮 而且啊,今年的新粮也没收回来 这会儿的叛军当中啊 这人人心慌 因为不知道啊,这个冬天怎么过 这粮食啊,他打哪来 这沙罗敦呢,他就琢磨了 哎呀,这朝廷,这乾隆皇帝啊 实在是太宁了 这仗打到这样啊,还不算完 难道真要把我逼上绝路吗 这大清国这么大 为什么就死盯着金川,死盯着我呢 这会儿啊,这沙罗敦身边剩下的人呢 那可都是自己真正的亲随 真正的这个嫡系了 有这么啊,十几个这个债的债主 有这么几个洞主 这些啊,都是头人 还有这个一万多人呢 归宿在这个沙罗敦的乐乌伟老寨 和这个郭尔雅老寨 现在啊,实际控制的地区啊 也无非就是这方圆百里之内 这沙罗敦身边最得力的助手 那就得说呀,是他的侄子朗卡了 这书侄二人呢,既是这支叛军的首领 也是这些叛军心中的偶像 神明一般 所以啊,他们才能够死心塌地的这么跟着沙罗敦干 那可谓啊,是知生死于度外 那句话怎么说来着 这巧妇难为五米之炊 没有粮食啊,这仗还打个屁啊 这书侄俩啊,心里清楚 现在这叛军呢,虽然非常团结 但是一旦饿了肚子,饿死了人 那滑变起来呀 最终的结果呀,咱们爷们也说 唠一个,不得好死 于是这书侄二人呢,就决定啊 向这个朝廷启合 那么这怎么启合 怎么求和就是个问题 难道这书侄二人大开成寨 然后倒捡了双臂 跑到这清军营中 跪下来向这个傅恒傅君们投墙吗 这样做呀,可以 不过这书侄二人抱拽一算呢 不行 这仗打了两年了 这清军当中啊,恨死自己了 如果这倒捡双臂啊 二人到清军当中投墙啊 难免啊,就遭了不测 被这清军呢,可能就处死在军中了 即便不是这样,被压界回京 让这个傅恒啊,这五门陷了囚 结果肯定也是啊,躲不过这乾隆皇帝的一刀 哎,搞不好啊,还落得一个凌迟处死 因为他们也有耳闻啊,为了打这个大小金川啊 哎,这清朝政府啊,已经死了好几万人了 这银子呀,都花扯了 都是以啊,千万为计数的 那怎么办呢,怎么才能让这清军 怎么才能让这傅恒接受我们的投降呢 哎,要说这叛军呢,还真就有主意 这贼呀,他起了非制了 这两军呢,虽然对垒打着仗 不过有一点啊,咱们一定要说清楚 其实啊,这两军的前哨啊,离得并不远 也就是一箭之地 就是说啊,这两军前沿的少恰呀 离着,也就是百余米 于是啊,这沙罗奔朗卡输职啊 就传下将令,让这个少恰的当营职兵 向这个清军方向啊,喊话 说不要再打了 我们这个大头目沙罗奔 以及朗卡大头目啊 向这个清军,向清差 傅恒,傅君们请降 这前线的这些士兵啊 听到这个叛军的喊话以后 不敢怠慢 于是就赶紧跑到中军 把这件事情汇报给了傅恒 这傅恒就琢磨了 那么这样是不是我们就可以设一计 把这个朗卡呀和沙罗奔又到营中 然后啊,勤获之后 再到京城去献服呢 于是啊,这傅恒就给乾隆皇帝写信 把自己的意思啊,禀报给了乾隆皇帝 信中提到啊 一成其投诚,乃抵贼窟 将二贼带之内地,还仇信服 说实话呀,傅恒这点小心思啊 哎,沙罗奔猜到了 刚才咱不也说过了吗 哎,人家这个喊话的目的是什么 就是不愿意见面 我们臣服也就得了 咱们双方啊,欠下协议 以后呢,我们老老实实的过日子 你们呀,该把兵撤回去就撤回去 两不相干,从此罢了 这傅恒一琢磨,这样可不行 哎,要是这样的话 那皇上不好糊弄 上次这个上下战队之战 川山总督庆夫,哎,就糊弄了皇上 说这个匪首班滚呢,已经死了 实际上啊,是这庆夫和班滚杀了好了 让这班滚装死,先装个三两年 然后啊,等这个事态平息之后 你再复出 他们上下联手啊,两方串通 一起欺瞒乾隆皇帝 哎,这乾隆皇帝啊 最后还就真查出了真相 你现在这会儿再给这个乾隆皇帝弄这种啊 什么投降啊,归顺啊 这乾隆皇帝看不到针杖啊 肯定不再相信了 于是这父皇啊,下定决心 一定要把这两个贼囚 秦获到京城亲自献给乾隆皇帝 这样才算得金川大胜 那么既然呢,又想生擒这招不行啊 干脆咱们就打 这父皇啊,给乾隆皇帝写信 制定了详细的这个作战计划 他说呀,待到来年春天 咱们呀,就绕道啊 这敌人碉楼的后边 从这个敌方营寨的后方啊 杀出遗少齐军 这样就一定能够取胜 可是乾隆皇帝他也琢磨了 他带领了自己呀 在京城的一些军事高三呢 共同研究了复衡的作战计划 最后得出结果 不行 别说呀,这后方可能啊 还没有小路 即便真的有这么一条小路 你带领着前方士兵突进 一旦呢,被切断后路 你们可就被包了饺子了 现在何为叛军之势 一下子就反过来了 等于你们呀,让叛军包围了 那这就不是被动那么简单了 那简直啊,你和你的这些兵将们 就全都有危险了 接下来呀,这乾隆皇帝再向前线 发下御旨啊 这划风啊,可就有变化了 想是啊,让这大军撤回来 这乾隆皇帝指意中啊 就经常出现这样的话 经略大学师傅衡 自奉命已至抵军 忠诚劳役,超出等论 这是啊,怕这个傅衡 以将在外啊,军命有所不受为名啊 不听他的调遣 不回来,急于在前线立功 所以这皇上圣职里啊 就先给这傅衡啊,刷骰 把你啊,先夸晕了 再跟你谈正事 除监测翻蛮社服,鼓励荣行 则士气奋勇 且中霄督战 不避风雪 鸡雕夺卡 大助声威 经略大学师傅衡 乃朝中第一 宣丽大臣 哎,您听着啊 这好话说完了 可就该忘回啊 收话头了 齐克音 荒教小丑 久机于外 朕心实为不仁 即勤祸取回 扫荡巢穴 亦不足以长老 此指到日 经略大学师傅衡 着际 迟一环朝 所有军营一切事宜 交于该省总督测棱 提度月中其等 呀,这可是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啊 这皇上夸着夸着傅衡啊 怎么就让他回京了呢 那这傅衡是不是遵旨回京了 这傅衡琢磨了 不行 不能回京 若是这样就灰巴溜溜的 回到了北京城当中啊 虽然皇上暂时不能说什么 但是啊 这兵派了 钱花了 皇上跟朝廷啊 把这阵仗啊 扑得跟天一样大 把我捧的呀 乌丢乌丢的 就这样 敲没忧的 撤军回师了 保不齐呀 这皇上以后就会倒小茬 跟我呀 秋后算账 所以说呀 这傅衡啊 新一衡打定了主意 即便冒着抗制不尊的危险呀 我也要 在这金川的建功立业以后 我再回朝 那么这乾隆皇帝的态度 为什么一下子就转变了呢 原因呢 是在这北京城朝廷里呀 有人给这乾隆皇帝 他算了一个账 这乾隆皇帝呀 把袜子都脱了 掰开这十个手指头 十个脚指头啊 他操操的算了一算 觉得呀 这么打金川呢 实在是太不值了 虽然这乾隆皇帝心里呀 自己认为也是心有不甘 但是啊 为了国家 为了朝廷 为了少花钱 这口气呀 还就得横着往下咽 那么到底是谁 给皇帝出了什么样的主意呢 咱们呀 明天接着聊 我是给您讲故事的昆仑流石 您要是喜欢咱们的频道啊 还请您关注点赞并转发您的支持啊 是我能持续在这儿 给您讲故事的唯一动力 得嘞咱们拜拜